他是首位进入NBA的美籍华裔,在他之前从没人能够打破这个记录,他毕业于人人向往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,他被人誉为林疯狂,在林疯狂期间的十场比赛里,每一场比赛都极具话题性,他不断创造历史,他在生涯前无偿首发里得到了136分的好成绩,成为NBA历史第一人。 本期子牙童趣体育观察员,就带领大家了解这位NBA篮球巨星林书豪的故事。 林书豪1988年8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图,在父母以及周围人的印象中,林书豪是特别顽皮,性格开朗的孩子,林书豪意志很坚强,不论什么时候,只要他认定自己要做一件事,他就不会轻易放弃, 这样的性格也是后来帮助他获得成功的一大力气。 小时候的林书豪反叛意识很强,他不会按照父母的想法一步一步走,甚至会为了反对父母而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。 虽然林书豪会与父母吵架,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,林书豪的心理也在渐渐成熟,他也会渐渐用柔和的方式与父母进行沟通。 林书豪对篮球产生兴趣,要归功于他的父亲和哥哥,在林书豪小的时候,父亲就时常带他去看篮球比赛,看到篮球运动员在场上竭尽全力地进攻防守,肆意地挥洒自己的汗水。 林书豪从那时起,就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篮球梦的种子。 后来,林书豪渐渐长大,到了自己可以去打篮球的年纪,他就经常与哥哥和哥哥的队友一起打球。 林书豪的哥哥在那时已经是一名球员了,所以打篮球对林书豪来说是非常容易接触的事情,家里人都全力支持兄弟俩打球。 一家人还会在客厅的篮筐或者后院一起打篮球。 父母的开明教育让林书豪树立了极其正确的三观。 在林书豪打篮球的时候,他母亲的朋友告诉他们,打篮球不过是在浪费时间,并且劝他的母亲,让林书豪趁早将时间放置在其他正确的地方。 但是他的母亲却依然支持林书豪去打篮球,因为母亲看到林书豪打球时那份从内而外散发出的快乐,他想让林书豪一直快乐下去。 所以母亲的态度使得林书豪更加坚定。 林书豪在2005-2006年的高中联赛中,以队长的身份带领自己的高中,打出了32胜一负的优秀战绩。 林书豪也因此获得了北加利福尼亚州二级联赛年度最佳球员的称号,可是如此优秀的他,在高中毕业后,却没有一所篮球名校想要将他纳入麾下,可是林书豪却没有就此气馁,更没有放弃篮球。 2006年,因为篮球这一优势项目,林书豪如愿考入哈佛大学,而他母亲周围曾经批评过他的朋友全部突然登门拜访,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, 来询问自己的孩子需要做什么运动才可以进入哈佛。 曾经指责他是在浪费时间的人现在,反而跑过来询问他是如何考入哈佛,这样的转变让林书豪哭笑不得,但是他也更加坚信,自己打篮球是一条正确的路。 于是他练球愈加勤奋,在他大学快要毕业时,他对于打篮球的欲望日渐迫切,他想要先试着打一年,因为若不如此,这件事就会成为他心中深埋的刺。 父母听说了他的决定,都十分支持他,本身作为球员的哥哥更是十分肯定弟弟做的决定,父母为了不让他有后顾之忧,告诉他,大不了就再多养他几年,因为林书豪如果打不进NBA,就要去国家篮球协会发展联盟工作, 但是这样就决定了他的工资会非常低,林书好打算背水一战,他想要冲击NBA,这所美国篮球殿堂级的荣耀,他想像自己的偶像迈克尔乔丹一样,通过篮球,让所有人都记住自己的名字。 信心满满的他决定参加NBA的选秀,可是NBA始终是黑人与白人的篮球天堂,对于一个美籍华裔来说,加入NBA确实是一件太难的事情。 2010年,林书豪参加了2010年NBA选秀大会,但是最终却遗憾落选,可是林书豪是那种越挫越勇的人,如果你觉得他不好,那么他就会更加拼命地向你证明他很优秀,于是林书豪再次参加了NBA的夏季联赛,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,在赛场上,他发挥稳定,最终,他的出色表现让他成功接到了达拉斯小牛队,洛杉矶胡人队, 以及金州勇士队和一直东部球队的报价合同,最终林书豪被金州勇士签下,成为了其中的一员,而他也成为首位进入NBA的美籍华裔球员。 可是金州勇士却并不能给林书豪足够充足的上场时间,2011年12月9日,金州勇士队宣布裁掉林书豪,几天后,休斯顿火箭队宣布正式签约林书豪,可是好景却也不长,12月24日,在2011-12赛季开始前,火箭队再次裁掉林书豪,签下了另外的人。 纽约尼克斯在12月27日正式签约林书豪,可是接二连三被踩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林书豪,他也不知道,自己在这支第三支效力的球队能够待上多久。 也许是林书豪的神看到了他的前程,在那场尼克斯主场的比赛中,林书豪代表尼克斯替不出战,带领尼克斯获得五连胜,并且获得了25分。 五个篮板以及七次助攻的生涯新高成绩。 从那天起,林疯狂席卷了整个纽约,并以疾风之势席卷全球,从无人问津到全球皆知,林书豪只用了三个月。 可是,林书豪的职业生涯注定是不圆满的,膝盖半月板撕裂,对于一名篮球运动员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 而也正因这场突如其来的伤病,纽约尼克斯放弃了他。 2012年7月17日,火箭队正式签约林书豪,可是转到火箭队后,林书豪再一次受伤,2013-14赛季甚至由首发被详成了替补。 林书豪回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,可是他没有选择放弃,仍然积极适应新球队的风格,为此他甚至换了打法。 在2014年7月13日,火箭与胡人队置换,胡人官方宣布正式签约林书豪,可惜2015年4月13日,林书豪因膝盖伤病遗憾赛季保销。 2015年7月9日,林书豪宣布加盟夏洛特黄蜂队。 一年后,林书豪选择成为一名完全自由球员,并与布鲁克林篮网队达成了3600万的协议。 后来,林书豪又辗转了多个球队,并在多伦多猛龙队效力期间,在2019年6月14日,击败金州勇士队获得了NBA的总冠军。 2019年8月27日,北京首钢俱乐部宣布球队正式签约美籍华裔篮球运动员林书豪,自此林书豪结束了自己在NBA的旅程,开始了中国的篮球生涯。 林书豪的篮球生涯仍在继续,即使伤病多次侵袭了他,但是他的天生乐观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,让他始终活跃在篮球场上。 他热爱篮球,热爱自己的队友与对手,他记得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,他还说,一定要对施以援手的人心怀感恩,一个人的胸襟,始终展现在他的人品上,胜不骄,败不耐。 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霸气,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。 林书豪做到了,他的辉煌与暗淡我们都看在眼里,他从没有被打倒过,他的经历一次次组成了新的他,最终成就了一个强大的他。 听完林书豪的事迹,你有什么感想? 你认为他的成功是意料之中,还是意料之外? 他的事迹又给了你怎样的启发与感想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